接着说明比赛规则 参赛选手选上一首自选曲 分数到达18分才能顺利晋级 未满18分则将堕入失败区等待 评审拥有一张免死金牌 可从失败区中救回一人 预计十人无法晋级 而本周评审包括了知名歌手林志炫 创作才子吴思凯 专业制作人袁维仁 唱片总监陈子红 最后是实力派歌手黄大伟 好 我刚刚前面讲到星光传奇赛 也就是从今天开始的这个赛事 我说为什么很佩服他们呢 因为你要知道 其实他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过程 可能有些人回去继续读书 有些人回去怎么样 拔掉了牙套变成了美女 有些人呢 其实他之前比赛的创伤还在心里 他可能有那个 比如说他有一个障碍 他跨越不了 可是现在为什么愿意再来 就是他自我挑战 他要继续去跨越这个障碍 首先第一位重返荣耀 她是第一届的第十一名 欢迎徐婉玲鸭子 请问一下这个学姐 是用什么样的心情 回到星光传奇 有点紧张 就一半一半的心情 就觉得对自己会有压力 但是如果能让大家看到我的进步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当年参赛的时候才大一嘛 现在已经大四了 对 要毕业了 所以我其实真的佩服所有选手 在重返我们这个舞台 是因为我觉得他们自己的心理建设 一定做得很好 对不对 今天准备什么样的歌曲 今天带来这首歌 其实是有典故的 因为其实我第一届 第一集的白人初选 我就是唱这首歌 对 然后我前几天在找歌 我就回去看我以前的影片 我发现我的声音 跟以前不太一样 所以我想要就是在星光传奇的第一集 也用这首歌 是声带有做过整形吗还是 没有 就自己心理有调试 然后再加上自己有常练习 经过四年 我们看看鸭子是不是真的成熟了 就来听听她这首《遗失的美好》 欢迎她 谢谢 星光帮徐婉玲 有着甜美的外形与歌声 在第一届白人初选时 评审就指出 鸭子很有当艺人的潜力哦 在节目一开始 觉得你还是可以当明星 然后那声音真的很甜 我好喜欢 谢谢 歌声甜美的徐婉玲 可爱自然的个性受到大家喜爱 但却因歌唱技巧没有显著进步 在十强前遭到好态 其实她的歌声进步的空间 其实在这几次比赛里面 我们并没有得到很多 可是每次都因为你的表演 你整个人的感觉真的非常的好 我觉得她也会变成大美星 因为她真的很棒 谢谢 虽然缘晋节十强 但鸭子亲切的形象伸直人心 也因此得到了很多演出机会 从担任助理主持人 演唱偶像剧插曲到广告代言 鸭子开启了在演艺圈的一片天 虽然在多领域发展 但鸭子也没有忘记最喜欢的音乐 持续进修歌唱技巧 而指导她的老师 也是十分肯定鸭子的表现哦 鸭子的歌越唱越好 那我觉得第一方面 她自己有要求 然后当然也有 就是加上一些老师的帮助 我希望说 这次鸭子再回来比赛 那四个三年 要给大家看见的成长 这次回来 我想要让大家看见的我 不再是像以前一样 那个小女生唱一些轻快的歌 我希望我可以用我的感情 来诠释一些情歌 然后让大家可以感动 然后知道我变得不一样 我长大了 那个她的兄弟 在烈然演员不觉得 终于和天 在地平线教会 爱如果走得够远 应该也会更幸福相见 沉落常常很像褐蝶 美丽的飞盘旋然后不见 但我相信你给我的信念 就像一定回来的春天 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 一路上寻找我一世的美好 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 就有你握握的手摸掉 最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 只一心寻找我一世的美好 有的人说不清那里好 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谢谢 仪师的美好 首先就要这个请看着你长大的 小胖老师来讲评 冠玲在台上的给人的感觉 其实很舒服 然后的确跟我们以前的印象中 你感觉真的蛮能唱的 可是还是有听出一些瑕疵 副歌的换气还是很不好 影响了你的尾音 所以好几个重要的 像副歌的第一句 几乎都还是有跑掉的问题 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 一路上寻找我一世的美好 有可能是歌的难度也蛮高的 不过鸭子 真的我真的 我除了谢谢你 接下来每一位选手 我都要谢谢他们 谁愿意再回来 然后又被大家讲讲讲 然后最后还要看分数 如果对我来说我参加过一次了 我就会永远有那个噩梦 接下来我们来看分数 淘金瑜 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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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知道 我就会做这种噩梦 你离开星光大道之后 有没有做过这样的噩梦 还好我还蛮坦然面对的 那就太好 那我们就来看啦 好不好 马上来看看鸭子的分数 请评审按照 今天的门槛是18分 接下来爸爸到现场支持 让吴泳斌激动落泪 知道今天有一个人来 现场听你唱歌 爸爸 爸爸 爸爸之前 比较没有机会来到现场 对不对 爸爸突然献身我儿子加油 让斯勒斌激动不逸 他能在爸爸面前唱出好歌 重返荣耀吗 谢谢暗灯 今天的门槛是18分 我们来看看鸭子演唱得到的分数是 15分 好 此刻的感觉是 再加油 很好 就是这样 因为事实上你真的有比以前进步了 对不对 那但是因为今天这个选手 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标准 梓彤老师是没有特别严格 那个鸭子是第一个上来嘛 会有点紧张 但你的音色是很好的 真的是欢迎鸭子回来 这么可爱的女生 预祝你在演艺圈有很好的发展 好吗 谢谢 掌声 谢谢 谢谢 老师讲的话我都会记在心里 虽然就是失败了 但是我觉得不代表以后是失败了 所以我还是要继续加油 然后增进一些我不足的地方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看见我的身上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